家庭主妇超市采买已经不止全品牌 食安危机让人心惶惶 产品成分表现在成了新的选购指标 添加物啊 是化学的啦 然后会感觉对身体不是很好 有些什么防腐器或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主要是怕瑕疵健康 消费者话说直白就怕吃尽奇怪添加物 像这零食成分一堆化学物质看也看不懂 还有牛奶 优酪乳成分内容也很复杂 营养师建议消费者选购得把握看得懂原则 如果有越多的成分是看不懂的 其实反而是不建议做选购的 可是因为我们每天吃下的食物绝对不会只有一种 那当很多种食物交替都吃下来 甚至是长期大量累积的时候 对于身体当然就会有一些负担跟影响在 成分越少越好 以豆浆为例应该就是水和黄豆 天然简化的配方设计是消费者诉求 不过专家也呼吁厂商应该做好把关 你必须要去研究你这个原料的这个本质 发挥到你每一项食材最大的这一个效果 比如说它的风味 它的营养 在搭配这个制程上的精进 所以你可以剔除掉不必要的这些添加物 国际趋势 欧盟现在已经在推动Clean Label 现在国内食品业者跟进 导入简单配方原则来生产 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 三连新闻 终于要这样的事 应该死费者 怎么试线 摸 所以 vere